為慶祝母親節 同時亦都為Samarino市消防協會籌款 該市消防局和美國華人婦女協會等 20多個社團和商家 上個週末在Samarino市雷希公園 聯合舉辦早餐募款遊園活動 吸引了包括華人在內的 2,000多名社區民眾踴躍參加 大家在吃喝玩樂的笑聲之中 一起分享愉快的週末 華府會會長曹林現場介紹 據說Samarino市每年都會舉辦一次 為消防協會籌款的聚餐遊園活動 他們協會已經連續參加了兩屆 今年捐款2,000元 用來幫助消防協會 為火災消傷者急救治療之用 他表示Samarino的華人越來越多 有責任和義務 參與美國主流的各項活動 來提升華人的公益形象 為美國的經濟建設添磚加啞 尤其是很多媽媽陪著孩子 在這邊讀書的 我們希望把這些媽媽、婦女、兒童們 都團結組織起來 為了我們的形象 我們要為社區貢獻 我們不但要在這裡生活 我們主要還是去貢獻 去貢獻自己的時間和金錢 來讓這個社區越辦越好 根據介紹當日活動的內容 包括兒童遊樂場 裏面有跳場、滑梯、鑽盆等遊樂設施 還有美食區幾百位本地居民 一起來品順甜餅 一起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氣 另外警局還派出消防車 邀請小朋友和家長坐車遊覽公園 這項活動促進了消防局 和社區居民的互動和信任關係 天下維視記者孟子民 廠報報導 請問一下